本週新聞摘要 雇用外籍學生未查驗工作許可證 最高可儲75萬元罰款 越南新著名榮獲總統教育獎 宜蘭移民署仿飾並給予鼓勵 籌措貧困移工返鄉資金 徐國勇親手包縱幫新著名義賣 陽光是最好的殺菌祭 屏東新著名市集豔陽下登場 竹夢改造行動餐車 越南新著名傳承麵包手藝創業 歡迎收看NIA News 暑假將至 有許多來台就學的外籍學生 開始到各餐廳找打工 店家應謹慎確認相關文件 才不會違反法令 外籍學生要找工作時 雇主應該要確認過期居留證 學生證 更重要的是要注意該名學生 是否有向勞動部申請合法的 工作許可證 且需注意工作證的有效期限 是否逾期 一般為三到六月期間 不然雇主會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7條第一項之規定 依法規定最高得储新台幣75萬元 鄭翠璇從小在越南生活 一親的緣故與媽媽來到台灣 就讀蘇澳高級海市水產職業學校 鄭翠璇從不會說中文到獲得商業職業教育學會 三級會計能力測驗 以南線第一名 只用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 日前也入取了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 勵志的故事讓他獲得109年度總統教育獎的殊榮 移民署宜蘭縣服務站為了獎勵鄭翠璇的努力 6月9日特別邀請鄭翠璇與另一位也曾獲得 總統教育獎的新二代黃凱宣 以越南母語的方式 向宜蘭造船食品廠區的移工宣導 防疫衛生觀念 和移民署擴大於其停居留外來人口自行盜案專案 移民署宜蘭縣服務站主任簡聰周表示 新住民鄭翠璇和黃凱宣面對逆境 卻努力不懈的故事 對在台的新住民新二代 移工都能產生很大的激勵效果 讓鄭翠璇和黃凱宣到移工廠區做母語宣導 除了政令宣打外 最重要的是讓移工們知曉 在台認真且守法的工作生活 人人都有機會在台灣順利發展 謝謝收看 我們下週再見